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人会骂人的时候都是涉及母亲 然后都是涉及这个性活动 还有这个涉及这个性器官 实际上 在庸俗的人那边 他是会把自己的父亲想象成一个表里不一的父亲 在庸俗的人那边 庸俗的 粗俗的人 在粗俗粗鼻的人那边 他把粗俗的人 他是对于自己的父亲 特别男性 对于自己父亲是极度的一个性 极度自己的父亲 极度父亲 因为他们天然对母亲有固恋吗 attachment对母亲有固恋 想要恢复母子共同体 母子共同体的那个绝对的满足的那种状态 完满的状态完满的爱遇的完满状态 就是粗俗的人他会把自己身上一直感觉那种不爽不痛快 不痛快 其实他 他在幻想层面把这种不爽不痛快通通归结为他和母亲那种完满状态被打破 所以他会不爽不痛快 所以他一定要去找个爽找个痛快 找个爽找个痛快 实际上他就是对于对于这个父亲啊 极度的是他父亲啊 极度父亲对他父亲是处在一个 极度的一个状态 一个极度的状态 他这些粗俗的人心里面都是认为 父亲实际上是一个虚伪的一个形象 虚伪的一个形象 一方面父亲偷走了他的爱遇 偷走他的欲望的完满状态 就是占有了母亲 占有了母亲 父亲占有了母亲 另外一方面父亲又伪装成道貌岸然的一个样子 伪装成一个对他下禁令 下一个禁令就是说你不得去有这么一个啊 你你不得产生那种和母亲在回归成年历的母子共同体的那种欲望 那种欲望就是乱LUN 这种欲望不得有不得有这种这种欲望 所以这种欲望他就导向了一种禁令啊 一种就是一种复兴权威 PROHIBITION 复兴的那种禁令的那个维度 就作为律法和作为PROHIBITION 律令这个维度 PROHIBITION 禁令的这个维度 PROHIBITION 禁令啊 啊 律法和禁令的这个维度 这个维度的维持是由这个来由由一种就是说叫适父情节适父情节 适父情节适父情节来维持的 由他认为父亲虽然占有了母亲但是父亲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父亲 他是一个无能的父亲 他无能的父亲 也就说他小朋友认为自己的父亲实际上没有没有办法能够彻底的满足他的母亲 了解吗 小朋友带有的幻想就是说我的父亲是个无能的父亲 他没法彻底满足我的母亲 否则我的母亲不会对我有欲望 母亲对我的欲望就是一个名证 母亲会对 会对越是母亲对小孩有欲望 他就越能证明他的父亲是个无能的父亲 无能的父亲 他就会以另外一种姿态 这个这个就叫适父 把父亲把握一个 把握一个 把握为一个无能的父亲 他就无能的父亲会以一种律令的方式回来复仇 就是变成坏化身为一个律令 化身为一个律令 就是禁止乱伦 禁止乱伦的这么 所以在骂人的时候往往就是实际上是通过羞辱别人 实际上粗俗的人庸俗的人 他是并不是一种攻击性 就是骂人活动 骂人不是一种攻击性的行为 攻击性的行为 不是的 骂人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的行为 防御性的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行为 就是用小的自我满足 来补偿什么 来补偿 补偿别人对我的伤害 别人对我造成的伤害 别人对我造成的伤害 所以骂人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的 是一种胆怯的行为 不了解这种代偿机制就是 条件反射式的骂人实际上是一种防御 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他是为了实现这个内在 内在利比多的平衡啊 利比多 利比多的一个平衡 利比多 利比多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精神的那种 爱欲的那个力量某种精神 他是维持他的平衡 内在利比多的这个balance 他会调整反射性的骂一句CNM 实际上就是 拿一个幻想出来 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幻想 自己的那种乱的那个幻想 占有母亲那个幻想 这个幻想在弥补他在外界 面对外界创伤的那个损失 他需要这个 实际上他通过骂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让自己的心里面稍微缓和了一下 是一个缓冲 了解吗 是一个是一个 是通过援引一个幻想 援引一个幻想来缓冲来缓冲 但是这种来缓冲这种创伤 但是这种缓冲 他必须得用言词说出来 得用言词说出来 他必须得用一种男性化的 男性化的一种粗俗的语调 就是 就是必须要用这种伤害性的这种方式来伪装 他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伪装 就是他必须彻一步 彻一步 这种这种伪装是异症式的伪装 是一种男性特有的异症 实际上他是在否认他内在想要回归到母子共同体 那个完满状态的那种欲望 那种乱伦的欲望 他自己不敢去承认这种欲望 他在遭受攻击的时候 这种下意识的叫防御去做出这种欲望 他就会把它变成一种男性化的言词说出来 假装这个言词是什么 就是说骂人一定要有个前提 就是被骂的人 被骂的人也听得懂 如果被骂的人听不懂的话 那他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就是你心里面是爽不到的 你心里面是爽不到的 就是 就是或者说被骂的人 如果听不懂你骂的那些东西 你就会有那种负罪感 你就有点那种负罪感 你知道吗 你就会有负罪感 负罪感 这种负罪感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没有使得你的那个幻想 那种占有母亲的那个幻想 他变成一种男性共同体的 男性共同体 默许的那种宣泄 默许的 大家默许的一种 的一种宣泄 但这种宣泄实际上是一种 其实都是对内宣泄 不是对外宣泄 所有这些骂人都是对内宣泄 宣泄 而且是宣泄你自己内在那种 那种 那种 那种回归母子共同体的那种欲望 就是回归整权 回归一个大权 回归一个 深沉四海温暖如如春的那种 那种母性怀抱那种欲望 他必须要用言词 而且知道对方能听得懂的话能说出来 如果他对方听不懂的话 你就会感觉骂了这句话之后 就感觉有点 心里面就有点感觉怪怪的 有点怪怪的 有点吗 你心里面 就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他是一个书生 如果被骂的那个人是一个书生 或者说一个是个书呆子 书呆子 书呆子 你那个你去骂他的时候 你越骂心里面就越觉得难过 就越觉得骂的不痛快 就骂他他都听不懂 我骂你你都听不懂 其实这个时候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的罪恶感 没办法被宣泄 没有办法把把他骂出来的话 注册到他和就是这个粗俗的人 这个这个流氓 我觉得这个流氓和这个书呆子 有个流氓在骂这个书呆子 书呆子听不懂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 流氓就本来以为就你听得懂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黑话 都知道这是一种 只不过是互相宣泄的一个小的手段而已 你竟然听不懂 那我骂的这个东西 岂不是代表是 我是一个心里面可以想象 这种和母亲那种事情的那种恶心的人了吗 他就心里面越骂 心里面越难过 所以他会越愤怒 他的愤怒 其实这个时候 他越骂别人越听不懂 他越愤怒 其实这种愤怒就来自于一种负罪感 来自于他内心 就在想象那种画面 就是就是儿子竟然可以和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他和他的那个儿子是对等状态吗 实际上他指向是他自己的母亲了 竟然可以和发生这种事情 他是他是这种压力 这种负姓的负姓禁令的压力被突破 他通过骂人 他感觉突破了某种负姓禁令 他就会有愧疚感 他需要立即和被他骂的那个人结成一个共同体 结成一个共同体 结成一个男权共同体 然后使得大家默许这种东西 这种淫荡的幻想就变成大家一个公约术 所以在男性共同体里面 那种那种几个小流氓之间 他们就会通过互相互相骂 互骂互骂互相问候彼此的母亲的方式 叫问候 这个问候彼此母亲的方式 来连接成一个共同体的 反而就相互认同 反而能相互认同 就是分享彼此内心最恶心 最阴暗 最肮脏的那个幻想的方式 来表明大家一块来突破这个负姓权威的压力 负姓禁令的压力 一块逆反一个战友垄断母亲的那种 那种 那个大他者 一块去逆反那个大他者 哪怕是互相骂 互相骂 互相调侃 互相骂 这样反而能够让他越骂越融洽 越骂越好像大家是一伙人那种感觉 就是这么个机制 骂人就是这么个机制 骨子里就是这么个机制 没有什么技术还那样 他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机制 骂人不是进攻机制 他是防御机制 他之所以会激怒别人 是因为他引起了一个 被骂的那个人之所以会感到愤怒 是因为好像他被戳穿了 他会被骂的人感到愤怒 是因为他的小时候被压抑的 那个隐藏的那个幽暗的 那个邪恶的那一面被 被被被脏话给给戳穿 给提醒了给戳穿了 他那个压抑结构 他也是他会感到被骂的人 首先会感到愤怒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幻想 这种这种小时候这种幻想 竟然被重新唤醒了 就他突然就觉得自己 没有资格再停在男性共同体里面 他就会有一种屈辱感 被骂的人会有一种屈辱感 这种屈辱感的本质是因为他觉得自己 我既然我的底细被戳穿了 我的底细被戳穿 他就会觉得自己无言停留在男性共同体里面 我既然把他绝诱的情况也会CRIB no 我既然不会常新唯мет 我工作人能无言停留在男性共同体里面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无言停留在男性共同体里面 不散 爱人经常都不散 我按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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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正好